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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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女高音 上一次我说了歌剧的起源 不同的元素等等 我就会主要和大家说一下 歌剧的主角、歌唱家 很多人对歌剧的认识 就是,总之歌唱家 有很多震音,声音很红厚 每个都是差不多 但其实,歌曲都有分很多种 它们不同的种类 有不同的音色 它们的震音频率 和宽度 都有所不同 还有另一个 很常见的谋误 就是,会觉得所有的 opera singer 都是身形龐大的 每个一定要体型有分 才够气 够实力把自己的声音传到这么远 我今天就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歌唱家的分类 和纽正大家常见的谋误 其实,根据 德国法的声音分类系统 古典声乐家 主要可以分为七大类 女声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种,女高音 Soprano 女中音 女低音 而男声 通常分为四大类 第一种最高音的就是 假声蓝高音 counter tenor 蓝高音 tenor 蓝中音 baritone 和蓝低音 bass 那究竟声部是怎么分的? 除了音域之外 还要看它的tone color 即是音色 然后也要看它的 应用音域 称为texitura 最高音的声部 就是女高音 它的音域是由 middle c 去到 再高两个百度的 c 那通常呢 歌剧里面 都会将特定的角色 和特定的声部 连续起来 例如因为女高音 声音比较明亮 和清智 和亦是富有 女性的气质 所以通常他们 会担任女主角 和年轻的女子 走开 śnie 은 已经 漫長kas 说到女中音,Metal Soprano的Range是由A3到再高两个8度 他们通常的声音都是比较沉稳和温暖的 在歌剧里面,通常女中音都会飾演三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是比较年长的女人 第二种是他们会飾演一些很友人的女性角色 例如比赛歌剧《卡门》 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立刻去看看选段 第三种是通常女中音会反串做年轻男孩子的角色 这种女扮男装的角色又称为Pants Row或者Trousers Row 我们现在去看看Motard所写的《Marriage of Figaro》里面 Carubino身为年轻南部人一角的选段 在歌剧里面 《Marriage of Figa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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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女低音Contralto 是女星最低的一種声音 它的音域是在F 去到再高200度的F 通常这个声音 通常飾演的角色就是年老的女性 或者是巫婆 或者是吉寶菜人 这些的角色 男声最高音的声谱就是counter tenor 假声男高音 他的音域是跟messo soprano非常相似的 但是不同就在于他们是用男子的力气去唱出的 他们这种的声谱通常是在巴罗克时期的歌剧 或者宗教剧目那里常用的角色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counter tenor的选段 看看他们的音色和messo soprano有什么不同 男高音通常是在传统歌剧 最高音的男性声谱 我们来看看他的音域 大约有两个百度 但是男高音有时可以唱到更高的音域 他们通常饰演男主角 扮演英雄这些角色 我们现在去看看法国族歌家Leha 所写的land of smiles 里面prince su chong的一个音乐宣传 我们现在来看法国族歌曲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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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看法国族歌曲的歌曲 我现在来看法国族歌曲的歌曲 他们的歌曲是由G 歌曲的歌曲 通常在喜歌劇中,藍中音是飾演一些灰鞋的角色 Mosat所寫的Don Giovanni一角是另一個經典的藍中音例子 我們一齊聽聽選短 雖然他在喜歌劇中通常是飾演灰鞋的角色 但如果是比較莊嚴,悲劇,藍中音通常都會飾演反派角色 反派角色的例子就有Faust歌劇中Mephistopheles一角 他是地獄使者 我們現在就聽聽法國作曲家Gunard創作的選段 我們就去到最低音的聲部,藍低音,即Bass 他的音域是由E2到E4的 低音通常在歌劇中顯示著年齡和智慧 通常在嚴肅的歌劇中,藍低音會飾演一些爸爸的角色 或者得高望重,身份地位不凡的人 而在Mosat Magic Flute這個歌劇中,藍低音就飾演Sorastro 他是一個法力高強正義的大祭司 而喜劇中,藍低音通常會飾演一些比較愚蠢和可笑的年齡角色 他真的很笨,是不是? 他是… 激烈是中文,心? 他呢真的是在山上 然後操練中 阿牙的 John 這個街道 有些人就觉得应该是很简单 越高音的一定是高音声报 低音的一定是低音声报 但其实我们还要看几方面 例如音色, tone color 它的声音究竟是比较明亮有光澤 还是比较深层的 然后也要看它的应用音域 称为texitura 即是说就算它唱得很低 但是究竟它唱到的低音 是否它舒服的呢? 是否能够唱得响的呢? 这些东西都要一一衡量 才可以决定它是什么声报 其实在这七大分类里面 再可以以花腔 声音的重度 或者它的灵活性 和它的音质进行更加仔细的分类 但一种最轻 亦都最年轻 和可人的声音 称为subred soprano 这个声报通常都会飾演一些迷人的青年女子 或者诡计多端聪明伶俐的年轻女博 它典型的角色 出自莫扎特 废家乐婚礼的Suzanna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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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拥有青春漂亮优美连贯的声音线条 还有Lyric Soprano 但它和Soprano不一样的就是 它的声音厚度都比Soprano大 它的声线也可以穿透更大的广年乐队 这种Soprano多数都是扮演楚楚可怜 又有美丽形态的神情小队 典型的角色有出自莫扎特摩迪的Pamina Lyric Soprano Lyric Soprano属于声音较暗层 但它具有强大丰富和感性的声音 它就算是有大型的管弦乐队配乐之下 也都不会能够掩抹得到它们这么大的声音 这些Soprano通常都是飾演一些对爱情非常专一 生活过度执着的女性 她们通常都是悲剧的人物 自杀或者他杀通常都会发生在她们身上 经典的角色就有Pocini Tosca里面的Tosca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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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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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应用音域最高的还有Coloratura Soprano 他们声线非常灵活 善于唱一些难度极高和很快速度的乐居 最经典的角色一定不少得莫泽特摩迪里面夜后一角 要做一个歌剧的演唱家 究竟有什么条件要具备呢? 首先就一定要有很好的歌唱技巧 他的声音是要穿透这个大型的管弦乐队 再去传遍整个歌剧园 除了有很好的歌唱技巧 演技也是需要的 某一些歌剧 还会要求男女主角 去有一些简单的跳舞动作 所以身体的运用也是很重要的 歌者通常都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 因为Opera通常都是以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而写成的 良好的语言能力 或者对语言有一定的认识 就会帮他们去背歌词 歌者的身形和音量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相反,其实很多歌剧的演唱家都很注重健康 因为这个歌剧通常都是长达几个小时 所以他都要有一定的肺活量和精力 才应付到这么大型的歌剧 因为歌剧对他的音乐、戏剧、语言能力等等 都这么有要求 所以通常歌剧的演唱者 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 才能够登台演出 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今天我对歌剧演唱家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我会讲解一下歌剧的制作和结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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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